这个洞还有人说是道洞 也有人说呢 是犯人想越狱挖的洞 快看 真不敢相信 就在这座监狱里面 竟然藏了一座巨大的丫鬟墓 据说地宫打开以后呢 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就连丫鬟的丫鬟 他都有非常大的地宫 旁边就是万历皇帝的亲弟弟 陆简王的陵墓了 反而呢 还没有这个丫鬟墓大 那么这个丫鬟 他到底什么来历 如此胆大包天 而且呢 敢修建这么豪华的陵墓 现在呀 咱们赶紧跟着墓子去看看 这个丫鬟到底有多牛 走吧 进来之后您快看 这也太气派了吧 这哪里是丫鬟墓呀 简直就是和皇帝灵的级别一样 丫鬟墓修成这样 简直可以说是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而且您看 这雕龙画凤的 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 处处不彰显这个丫鬟的身份 非常的高贵 这严重的违反了 明朝的皇家制度 墓主人就是万历皇帝的弟弟 陆简王 朱一流的次妃 赵氏的墓 现在叫做妃子墓 咱们现在去看看 这个丫鬟墓的几大看点 咱们进来之后 第一看点就是地表建筑 你看 这看起来简直和皇帝 是一个规格的 古代封建王朝规制 地公地表建筑 是不可能阅制的 就算你是哪个藩王 你也不敢吧 但是在明朝 就这么一个小丫鬟 灵寝建筑呢 却一反常态 它不仅有内外成员 还有响殿和梳妆台 甚至建有皇帝灵 才有的明楼和方城 绝对是属于明朝的首例 它就没有之一 这座高12米的建筑呢 就是明楼了 看一下 在明楼上方呢 有一块6米多高的 巨大的石碑 上面是赤丰陆帆 赐妃赵氏之墓 那么在明楼的后方 白色呢 它就是宝顶了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坟头子 宝顶外面是用白石器柱 陆解王的宝顶才高6米 那么这里呢 它竟然高达10米 这第二看点呢 就是它的地下宫殿了 您快看 可以和万历皇帝 定灵画灯号了 万历皇帝地宫呢 是明朝皇帝 唯一一座主动发掘的 占地面积超过了1000平米 而一般王爷地宫面积呢 也就100多平米 但是赵氏地宫的面积 却达到了240平方米 所以说呀 是非常大的 您看石面上边呢 还有81颗门钉 这可是地后才有的规格呀 一个丫鬟有这么大地宫 也就罢了 真是了不起呀 而且呢 还整这么多的门钉 咱们现在呀 直接往里走去看地宫吧 哇 进来之后您快看 这地宫实在太大了吧 但是咱把视频再撞过来 看这个位置 这边在原来呢 它应该有一堵金刚墙的 用来防盗的 而且如果说 有贼人来偷东西的时候呢 从这进不来 他们只有将石门破坏才可以进来 现在还有钩槽 上下贯通 而且呢 把石板一层一层的 卡在钩槽里面 一层一层再叠起来 一直到木门的顶端 比金刚墙更加坚固 你看 这就是当年被毁坏的石条了 穿过永道 这边呢 就是中石了 中石的中间摆放了一个石五宫 意思是永远受到香火不断 而且呢 这个石五宫 比陆简王那个呀 更加的精致 更加的细腻 你看 比他的个头呀 还要大 这可以说真的是超越了规制 另外呢 石门保存非常蛮好 上面呢 扶手都还在 你看 这表情看起来呀 就凶狠狠的 是不是 咱们再往里走 在这两边呢 还有两个耳式 是当时帝宫啊 陪葬金银财宝的 一般是陪葬 呃 字画呀 还有金银财宝呀 还有衣物什么的 现在这里保存完整 只是保 已经是不知所向了 这就是赵飞的棺材了 大家现在见官发财 在旁边这边呢 还有好多陪葬的红箱子 当时的宝贝呀 比陆简王的还要多 重点来了啊 这后边的墙上 看见了吗 他有一个洞 这就是第三大看点 这是在明朝灭亡以后 清君术关之后缺钱呢 就在顺着皇帝入关之后呢 他没钱还怎么办呢 最后呀 他以四百八十两银子的价钱 把陆简王的墓 卖给了一个和尚 这里呢 就变成了一座 香火无不报处的寺庙 所以呢 被保存下来 后来被盗墓贼光顾之后 将这里细节一空 建国以后 赵氏木被河南省监狱系统占用 直到前些年才腾退出来 并对外开放 因此里面还留有监狱建筑遗存 那么这个洞还有人说是盗洞 有人说呢 是犯人想越狱挖的洞 其实就是七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呢 是想把这个地宫和陆简王的地宫 给挖通了 作为一个防空指挥部 这就是当时挖的通道了 在明国的时候呀 这座墓呢 已经被盗了个底头上 什么都没有了 那么棺材板呢 到现在一块他也没有留下 现在墓子呀 赶紧带着你去看一看 别的地方都没有的东西 走 这里就是陆简王的丫鬟的 丫鬟的地宫 而且呢 也是丫鬟的灵寝 四大看点 咱们呀 现在往里边走去看一看 这有多牛啊 这是 进来之后呢 咱们看这两边 他还有两个儿室 也就是说丫鬟的丫鬟 他也有陪葬品 咱们现在呀 继续往里边走 您说这陆简王的丫鬟 他的灵寝越知就越知了吧 那么丫鬟的丫鬟 他地宫也越知了 你看 这这么的宽敞 而且呀 人家还有两个丫鬟陪葬 这可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这边呢 就是一个木门了 在当时建好灵之后呢 他是卡住的 后来由于在清朝灭亡之后 这里遭到破坏 所以现在呢 门已经找不着了 这两个丫鬟 是河南卫会的一对姐妹 因为家里非常贫寒 后来卖身葬妇 结果被新帝 善良的肇事看见了 不仅出钱 把他那父亲给厚葬了 而且呢 还把他们带回了府中 留在身边 相处的非常融洽 在赵氏去世以后 姐妹呀 就福度自尽 留下一书 请求呢 要陪葬赵氏 在得到批准之后 两个姐妹终于如愿以偿 以赵氏 共同葬在了 一个陵园里边 其实牧主人生前 本身他就是一个丫鬟 死后被追封为次妃 时间回到1570年 赵氏出生在北京 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 从小不但人长得漂亮 而且呢 还机灵活泼 当时朝中李太后 她也是来自于北京 也就是万历皇帝的亲生母亲 巧合的是 李太后 她也是宫女出身 所以出于老乡关系 赵氏被幸运的 选进了紫禁城 做了李太后的侍女 有了这一层关系 这个丫鬟 赵氏地位呀 她就比普通的丫鬟 要高出很多很多 1589年 李太后最宠爱的儿子 朱玉刘 她前往河南丰帝 新乡这里呢 来就藩 当时王爷一旦就藩的话 如果说没有皇帝旨意 她是不能够随随便便 离开封地的 这让李太后就十分担心 她可喜欢这个小儿子了 为了照顾这个小儿子 李太后决定 把19岁的赵氏呢 就送给了朱玉刘 好替自己来服侍这位心头肉呀 那么赵氏呢 是非常大度温柔的 两个人可谓是相敬如宾 不过赵氏虽然说享受到了王府的生活 地位呢 也是非常高 超过普通的王妃了 但是始终她就没有一个名分 正当朱玉刘准备给她一个名分的时候 没想到在1601年 31岁的赵氏突然就病逝了 这让朱玉刘是伤心不已呀 而且每天是痛哭流涕呀 为此呢 上奏给了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下旨 追封赵氏为次妃 也就是扶王妃 故事看到这儿 大家都明白了吧 万历呢 是最疼爱她这个弟弟的 所以说这要求 她也就顺利成章的答应了 这样的话 才让赵氏享受到了王妃的葬礼规格 那么这个丫鬟 这辈子遇到了如此疼爱她的夫王 所以说也算是直了 不白在人间走一遭 只可惜自古红颜多搏命